第841章 报黄安 长安城近月以来越来越热闹了 李侠正在把治所从汉中迁到长安 目前成都才是他控制地狱的中心 长安属于最北 将政治重心北移 也是在向世人宣誓他这个政权 有统一天下的野心 虽说是天子称帝 国君称王 但长安政权面对临安政权时 天然就有种压迫感 随着一匹匹车马入城 称王自立便到了最后的准备阶段 但对于李侠而言 自立最重要的不是他成为秦王 而是建立一个诸侯国的制度 制定一个新的国策 需要从宋的冗官冗兵冗费中摆脱出来 需要萧弥宋偏安江南 众文清武的国策带来的影响 所以李侠才改变了缓称王的想法 而决定自立 近日来李侠一直在就睡着 兵制 官制 法制等等诸多事宜 与汉台幕府商议 就像金连川幕府 没有因为忽必烈迁到开平 或燕京就改名一样 汉台幕府大概也会被识人继续这般叫着 这日正一边议事 一边翻着各地送来的奏报 李侠呼道 我们请宋廷迁都长安如何 堂上诸人一致 末了 李庸先笑了笑 自嘲道 我竟忘了这办法 杨国与韩成旭对视一眼 也是否须惭愧 论勾心斗角 我们还是道横潜了呀 这不是我想的 李侠道 张武郎的信上说的 张武郎 杨国道 他岂有这般了解宋廷 秦九韶向他提的办法 朱公看吧 不得不说的是 秦九韶很快就让李侠与汉台幕府 再次注意到了 他 张宏道在信上 也详细阐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秦九韶作为俘虏 其实是没资格也确实不知道 李侠打算自立之事 但知道猛军退兵了 哪怕只有这么一个情报 秦九韶却敏锐地感觉到 李侠该再更进一步了 其实比起直接宣布自立 请大宋皇帝迁都长安 才是政治上更成熟的做法 首先是明正言顺 长安属于三金之一 而林安只是行在 如今 李侠挡住了猛军对长安的攻势 请天子北还 这是大义 天子也应该北还 当然 赵琪是绝对不可能答应迁都的 朝臣们已经把李侠 视作董卓 曹操之流 怎可能再把汉县帝送到他手中 那不管他们找什么借口 李侠再说阻塞义里 就占据了名义 这实在自立 方能叫江南士绅 无话可说 大宋文臣党争的厉害 便体现在这里 除了秦九韶 李侠麾下没有 旁人有这种心念 杨国 韩家父子是北人 不算太了解 宋庭 李庸 知官至主部 吴泽太过年轻 使君这些人 则不会为李侠 在与宋庭斗争中出谋划策 不过这也 只是锦上添花 只涉及造反时 是否更体面的问题 实力才是关键 但诸人想起了 秦九韶 眼下既是用人之计 显然是要将他召来重用的 正说着 吴泽步入堂中 与李侠禀报间陆秀夫的情形 君师兄说 想要当面再劝一劝王上 他在哪 就在外面 从长安钟楼上望去 能看到位于城中心 偏西北方向的 腐蜀的隐隐一角 腐蜀会是之后的秦王府 李侠没想过 要修建新的王府 也不打算扩建 只打算换块牌匾 再绕到钟楼南面 只见城门处人来人往 百姓根本不在意朝堂 与 藩镇的勾心斗角 只管认真的活 李侠看了一会 问道 你不是想劝我不要造反吗 怎么不说了 见到杰帅 觉得不该劝 杰帅 史智就天下于微乱 委居于宋臣 身份怕是做不到 我想劝杰帅忠于大宋设计 根本就是空谈 陆秀夫 还是和在齐山道时一样 站在李侠身边 显得很听话 端正 他上次见李侠时 李侠还只是 属帅 因此用的 还是当时的称呼 并没有因为李侠 想要自立而反目 说到最后 他做了异议 道 故而今日 我是来向杰帅辞官的 道理他都明白 但他有他的 坚持 别的不说 21岁 林轩畅明 被清点为 二甲第27名 仅这件事 就足以让他在 轻史上被记上一笔 这是无数人 一辈子都没有的荣耀 当时他说 今日黄恩握重 无欲当思报国 项免为天下第一等人物 方不负此举 便像是女子 收了无比厚重的 彩礼嫁人 又岂能转眼间 因夫家家道中落 便弃他而去 唐诗张吉 面对藩镇李氏道拉拢 便是自比劫妇 委婉拒绝 知君用心如日月 誓夫是你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肋锤 恨不相逢未驾驶 恰如陆秀夫此时的心境 李霞能看到 他眼中深深的为难 问道 若我们灭国了 你会殉国吗 会 陆秀夫毫不犹豫 那数百年后 再有人提起这段历史 骂我们是废物 懦夫 至少得有几个 名字能让我们拿出来告诉别人 我们有骨气 从这点言 我若不能成功救亡 那所做的一切 都不如你的气节有意义 李霞一生指 追求成功 在他眼里 失败了 就是毫无意义 这或许是错的 但他就是这样 我理解你 你可以成大宋最后的尊严 但 我更希望我们能协力 开创一个强盛的国 陆秀夫道 没有我 杰帅 也能做到 有些人骨头软 有些人意志脆弱 我们行尸顺的时候 他们很快便投靠过来 这种人 我是要用 但一遇到逆境 他们要么怕了 要么心态马上就崩了 我靠不住他们 要成事 只能靠意志坚定 百折不挠之人 李霞没有许诺封赏 说到这脸 又道 我缺你这样的人 需要你留下帮我 陆秀夫犹豫了 他转头眺望着 长安城 想到 收复长安时 未能亲眼目睹 若有朝一日 能收复开封 岂能错过 这笔金榜提名 还要让人向住 但已受了金榜提名的 皇恩握重 最后 陆秀夫还是深深意义 道 此身以许大宋设计 也好 不抢求 多谢杰帅 你帮我带风奏折回临安 我欲迎官家 迁都长安 官家 若英女 一个月内 招告天下 是 天下人收复中原之决心 我可答与你 再不反送 是左大宋忠心 陆秀夫 一愣 脱口出道 真的 你为大宋争取道的 你说身重皇恩 此行 足以报答赵家天子了 这日 陆秀夫捧着一封公文出了长安 不由又喜又悲 喜的是 终于在不可能之中 正得了保大宋宗社的 一线渺茫生机 又不成了呢 江船顺汗水 长江而下 陆秀夫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 赶赴临安 一刻也顾不得歇 便求见了恩师江万里 江万里 见到陆秀夫 先是叹息一声 他本去信陆秀夫 希望能控制立州到建门关局势 却没想到 人已经回临安了 在看过李霞的奏折之后 江万里两久无言 叹息连连 有些无奈的连夜 召官员商议 有人喜不自胜 经我大宋江狱 为难度以来最广 聚守关中 收复汴京 指日可待 眼下只需答应李霞 即可尤为转安 还有何可犹豫 我只 看到李霞悖逆 为人臣子 威胁关家 跋扈至极已 他便是料定 我等不敢让关家迁都 那我们便迁都 逼他骑虎难下 他有何骑虎难下 不过口头与君实一句沉默 假的 君实 你如何看 陆秀夫道 我性结率的人品 他虽是不信关家敢迁都 但若关家敢迁 或许能打动 没用的 众人 纷纷摇头 他 允诺有何用 关中有多少北人 怎可能安全 让关家抵长安 李霞说 空口白牙一句 根本做不得算 关家 若昭告天下 反而不能再反悔 威名扫地 故而说不必 搭理他 诸位 半壁江山啊 不值一搏吗 我们想照李霞 还吵 和不敢到长安镇压他 可能吗 别理他 他想害关家 万一呢 但凡有理智的官员 都认为不必理会 李霞 唯有个别心思 简单的年轻官员 认为值得一试 让陆秀夫面成天子 陆秀夫等 整整七日 终于能随江万里 进宫骑禀官家 这日已是五月初八 李李霞 说好的一月之期 仅剩两日 但满朝 似乎所有人 都像是忘了这事 这也是新帝登基以来 陆秀夫初次面圣 他听说过许多 关于新帝的传闻 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当真看到 赵齐进店里 还是吃了一惊 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唯女不振 脚步虚伏的并兽青年 就是当今官家 将相公又有何事 将万里道 禀陛下 还是为李霞 请您陛下 迁都长安一事 陆秀夫知道 李霞是料定了 赵齐不可能敢 这么作为的是 断掉许多人 对大宋的期望 但如果官家 能展示出足够的气魄来 也许李霞会改变想法 半壁江山 至少也该 朕不去长安 朕旨在临安 赵齐道 想都不要想 将万里道 但再不拿出决议 李霞马上 必要反叛自立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来问朕 赵齐道 国事该由贾相公处置 陛下 老臣认为 别认为 朕绝不会去长安的 江相公一直来问 还不如去请出贾相公商议 陆秀夫闭上眼 回想起吴泽那一句 这就是弱主弱国的无奈了 日子在临安的繁华 与平静中过去 到了五月底 陆秀夫知道李霞 已得知赵齐没有昭告天下 迁都长安 且及秦王位的准备 也差不多做好了 临安的反应也试探了 境内的大宋忠臣也试探了 群臣们 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信 但就连他 陆秀夫都回临安了 几封信 显然阻止不了任何事 六月初一 陆秀夫在楼台上 独坐了一整日 一直抬头看向天空 他在猜想 远在长安的李霞 应该正在集情王位了 那最快 也要半个月后 临安才能得到消息 至于现在 很多人还能抱着侥幸心想 李霞 也许没有这么做 不知大典该什么模样 一天还未亮 李霞就被推醒过来 睁开眼看去 主屋里烛光摇曳 他的几个漂亮的妻妾们 正捧着他 今日要穿的免服 聚在那叽叽喳喳 对他们而言 李霞自封秦王这件事 最大的乐趣 就在于需要裁制几身新衣服了 这当然不是简单之事 诸侯冠冕如何设计裁制 依哪朝规范 会怎样张文 样样都有的说道 为李霞制了王服之后 还有他们自己的礼服 需要裁制 这阵子一来 他们忙得不亦乐乎 用韩巧的话 说就是一年多没才新衣服了 难得要才这么漂亮华贵的 当然开心 乖人快起来吧 今日还有的忙 紧着免服便要穿戴 许久 见李霞睁开眼 高明月温温柔柔到了一句 马上让人捧了水盆 来给他洗漱 起时了 丑时三刻 李霞是在丑时一刻才歇下的 本该梦醒 在开始次日的 极为大典 却没想到才刚入睡 便被推醒 这显然比成亲 还要繁琐得多 看样子 世子不肯换礼服 我过去吧 王妃 胡总管说 车架饮时就到 他还得先与王上 被一遍寄天流程 告诉他 王上已经起了 慢些 王妃 侧王妃 请你过去换鸡服 知道了 安安你来帮官人换官服 挤得先避免 祭祀过后再换滚免 高明月比李霞还忙 须遇间又吩咐了许多事 还不忘体贴李霞两句 李霞正握着他的手要说话 娘儿拧好帕子 便上前给他擦了脸 之后便被按在那里 有唐安安梳头 同时一份寄天告文 已塞到了他手里 需要尽快背下来才行 饮食车架就到 屋内婢女更显忙乱 唯独韩巧刚刚睡醒 摇摇晃晃过来 打着哈欠便往李霞腿上趴 非要与李霞腿一会 才肯去梳妆 李哥哥 你困不困啊 你不是夜猫子吗 不一样吗 平时是睡前再玩一会 今天可是要忙很久很久 想到我都困了 李哥哥 我们以后就住在长安了吗 没有汉中的院子宽敞呢 小胖端觉得院子太小了 那是他太胖了 相比于以古汉台为基础 建造的汉中王府 由服属改建的秦王府 确实是有些小 如今的长安城没有宫殿 唐末的混战 一次次摧毁了这座城池 比如朱温篡国时 不敢定都长安 担心成为众矢之地 遭遇各方攻击 干脆派人拆毁了 整个长安城里的宫殿 把木料全部运往洛阳 古代各政权多次定都洛阳 而非长安 这有各种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长安残破 并无时间 经历 意愿去重新修建长安宫殿 李侠目前也没有修建宫殿的打算 总之 秦王府没有地方让百官列队 礼月也摆不开 即位典礼岁安排在南郊天坛 银石 李侠乘上车架出发 往南郊 在秦王即位之日 秦王府并没有显出一个 封疆万里的政权 该有的威风 虽说没有实际影响 但不少人见李侠的 一家如此寒陈 也会觉得他自封为王 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一般 可笑 没有该有的拍场 秦王显然很难给予人足够的信心 但等到车架 缓缓使到南郊 渐渐没人再感觉到寒陈 长安南郊天坛 始见于隋 是隋唐三百年 皇家祭天之处 圆秋高二十四尺 十二面有台阶 此时天还未凉 圆秋东南正在烤牛犊 西南悬天灯 烟云飘渺 火光摇晃 坛下 文武官员已列成列 排成整齐的队伍 往外则是一列列的兵马 夜色中不知有多少人 祭天的各项准备早已做好 边庆 边钟 伯钟 六十多件乐器排列整齐 黑暗的夜 火光映着无数人的身影 却少有人开口说话 这构成了一股奇怪而神秘的气氛 庄重 而且肃穆 祭天的时辰 在日出前七刻 咚 随着一声钟响 李月响起 秦王祭天 这是一场繁琐的礼仪 人说国之大事 在四宇荣 李侠以前不明白为什么四是大事 他向来不喜欢迷信 但在这乱世 他渐渐明白了 这时候的人 祭天祭祖 祭的是心中的敬畏与信仰 祭祀 与其说是为了迷信 不如说是为了定义我们 以同样的礼 既同一个天 既同一个祖先 才能让这些在乱世飘零的每一个人找到归属 他通过这个肃穆的仪式 让身后所有人知道 礼仪之大还在 华章之美还在 华夏还在 国还在 为贤定四年 遂次鬼害 秦王李侠景 以致承告山川神灵 概念祖宗艰难赵造之地 积极于葫芦之祸 子孙立足之无所 荆棘众 用武 兼比贼寇 妇客无土 支承天絮 四手秦邦 唯福苍天 又无邦家 功臣升伯 仅用祭稿 上响 上响 太阳缓缓从东边升起 照亮了长安郊外 围绕着祭坛的是数不清的人 每个人都有些诚惶诚恐 但当他们的声音合在一起 又显得壮阔 老迈的韩承煦 站在文官之手 他头戴官泽 身穿着崭新的巢服 这是他初次批重臣巢服 就已是秦王之国相 李侠及秦王位之后 马上不要下诏封官 韩承煦 本以为 自己会在任相之时 秦难自控 却没想到 才开始祭天 他就心绪起伏 不能自已 之前 李侠总说 缓称王 也不喜划张典愿 这样的典礼 其实很少 好不容易来这一遭 于韩承煦而言 包含了太多意义 秦王三十年间 如孤魂也鬼 他都不知自己是谁 与宋人格格不入 与蒙人格格不入 围在今日 与他一起祭天的数万人 以及秦王治下数百万人 据他成了国人 站在武将队列中间的胡乐根 一直瞪大地眼望着元秋 在他看来 祭天和祭常生天是一样的 而所有人能在一起祭祀 已是代表着 都是自已人 这让胡乐根心中最后一点 关于蒙古人 汉人之间的迷茫 消失了 原本身为俘虏 置身于宋国 隐隐的总是有些不安 但现在他早早辅佐的秦王 已经立国了 心里便有种 这是自己的不足的感觉 他仿佛已能望到 李霞称天克寒的一天 待到祭天结束 之后 便是等秦王颁发各种诏令 胡乐根不有点蹊跷 期待得像天坛上望去 他知道 自己要被册封为龟德狼将 往后也是名正言顺的官僚 唯有一点不好 今日这列队 该是按身高来排才好 可惜是按官位大小来排的 对 前面那大高个 挡着什么都看不到 君帅荣将十国加之抵住 不可敏其计而不加之 随着这道诏令传开 何太听了好一会 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定远将军高年峰 明远将军何太 归得狼将胡乐根 招武校尉张顺 何太咧嘴一笑 他转头向后看了一眼 才发现 后面站着个蒙古将军 竟和矮张一样高 这多少让何太有点隔音 但不影响他的喜悦 继续向张顺泡了个眼神 是一晚间 请张顺喝酒 对于他而言 今日秦王立国 一切就正是与以往不同了 自秦王打出那十六字 口号 便是公开否认了 那狗屁男人归男 北人归北之大宋国策 从此再没有归正人一词 他何太与前面那位大理人 后面的矮张都 同是国人 想到这脸 他又看到身后那蒙人笑得很真挚 虽将他也算上 而男人归男 北人归北 还只是今日所改变的国策之一 随着封赏武将的诏令之后 下一道诏令便是开始 改变宋冲文义武的风气 宣读军功勋赏制度 樊策勋十二转 寿勋田 全选寿官 一转武其位 是从七品 寿田三十亩 何太抬起头望去 听得很仔细 今日这一场秦王即位典礼 还是显得很简朴 但他也看到了一种新的气象 一道道诏令宣读过 从文武官员又传到更远处 一个个士族的方阵 站在圆丘上的李侠 终于完成了这持续了一整天的仪式 于他而言 真正忙的 其实是两三个月 来制定国策的过程 今日反倒只是个形式 华福 李月 祭祀 赵令 只是把结果告知众人 可当他站在这里 会发现他很渺小 二十四尺祭坛之下 数万人排开 一眼望不到头 李侠站在这 只是把人们的愿望说出来 以此让他们凝聚 这个过程中 李侠反而觉得自己 成了一个被人们注视的符号 他的情绪不重要 连他这个人都不重要 因着漫长的典礼 而感到乏味 疲惫 他放下手中的赵令 心想这种 无实际意义的事 往后还是少些为好 但 秦王 远远地传来了呼声 很快重叠在一起 排山倒海般涌过来 士族们 长安百姓们 全都在节力大喊着秦王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 其实根本就不认得 李侠 之所以如此激动 因为统一 安定 兴盛 正是他们在这乱世中的愿望 平时他们不知如何表达 任战乱摧残 任葫鲁凌 面对祖宗觉得羞愧 想要活得好一点 这些经历与憧憬不懂怎么说 不懂 怎么去做 当有人说出来 有人领他们去做 当情绪蔓延开 当有了希望 他们便情不自禁 用尽全力去回应 由此 欢呼声响彻了长安城内外 秦王 秦王 第843章 一而风之 6月18日 李侠自立为王的消息 终于传到了临安 朝中诸公并无太大的反应 唉 他们早便预料到了 能想的办法 也早已提出了 但提出的办法无用 又能如何 因为太聪明 把一切都看明白了 所以得到消息时 也就是平平淡淡的叹息一声 连叹息都显得空洞而无力 叹息之后 朝野依旧平静 反倒是年轻官员们 为此事义愤填膺 据在秘书省工房中 喷一时事 他们大部分 都是去年 也就是贤定三年人虚课的近视 有状元方山精 榜眼 陈怡忠 还有刘成翁 黄庸 邓善 萧雷龙等等 陆秀夫也被请来 因他是邓善的好友 他依旧矜持庄重 但眼神中带着思虑 心事很重的模样 端坐在那很少开口 只默默听着旁人议论 当年无锡称王 仅41日 朝廷便平定叛乱 斩首无锡 非朝廷平定 消息 从成都到临安一个来回 便不止41日 等朝廷反应如何 来得及 无锡之叛能迅速平定 乃因其不得蜀地人心 兵马未动 七十骁勇 以直辅 杀入无锡宫殿 是蜀人自发举一平叛 吴家三世建功西锤 镇属八十年 夙得蜀名之心 无锡一招反送上 且众叛清离 李侠才到川属几年 竟真有人达到 新昌四年人庆福位 经已是第八个年头 说话的是黄庸 黄庸自弃之 本是太学生 在新昌四年福雀尚书 被流放 成了贤官六君子之一 直到丁大全倒台后 他才被江万里宝剑 还巢 去年中了近世 他记得很清楚 也就是那一年 他曾与一个叫唐伯虎的少年 相识相交 对方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李侠 八年 李侠之八年 抵得了吴家之八十年不成 也许蜀地军民 已在举兵讨伐李侠 倒不必心怀这种侥幸 没来由 显得我们是群蠢才 你骂谁呢 议论国事 默契这等口角 君实 你怎么看 陆秀夫被人点到 不得不说话 论年岁 他是在场最小的 论资历 他比在场的都早六年中榜 但论官职 则有些尴尬 他是由李侠举荐 才知历周氏 他微微沉吟 道 虽同样是自历称王 无惜成天子车 改年号 却把奸 成 和 奉四周献与金国 薛发 所认 他这蜀王 是称臣于金国的蜀王 李侠不同 赴汉中 客观龙 大理 有并吞天下之志 暂时却未行天子一驾 为改年号 与朝廷保有余地 此其一也 有何余地 自历称王 已是公然叛乱 是啊 公然叛乱 若不缴 朝廷颜面何在 可看诸公反应 有发兵评判之一呼 你们是说 朝廷还能 承认李侠这 秦王 陆秀夫 还在斟酌言辞 邓善已问道 君实是说 无惜是金国的蜀王 李侠 勉强算是大宋之秦王 宋有过两位秦王 宋太祖的四弟 四子死后 被追封为秦王 至于活着的异性秦王 且还是自封的 李侠 不是请官家册封 问都不问 便自立称王 如此公然造反 朝廷若还能舔着脸 贴上去承认 体面何在 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 粉饰太平 若如此 这官我不当了 我随子高雄辞官 陈一忠捧着茶杯 撇着茶 淡淡瞥了众人一眼 摇了摇头 道 国事艰难 往后要寒区受辱 相忍为国的是多了 这点气都成不住 早些辞官也好 不错 我方才没说完 当年无惜反叛之后 韩托昼不知所措 有人说 不如趁势就封无惜为王 韩托昼采纳了这提议 问题是 如今忍了 往后拿叛贼如何 真就允他猎土分将不成 主公自有计较 有何计较 总不能等蒙鲁 再度南下 我等坐山观虎斗 胡言乱语 萧显成你 听听你说的是圣鬼话 别吵了 邓扇祖了旁人说话 道 君师 你继续说 李侠与无惜 还有何不同 陆秀夫道 无惜自立之后 第一桩室 便是在成都迎建宫殿 同时派兵沿江而下 声称与惊人加攻向阳 其自立时间虽短 蜀地军民 却已不堪其乱 反观李侠 公解简 简姚妇 平 物价 苍领时 法令行 得蜀民之心 亦得观拢人心 公解简 指着最简单的一条 咻 后面的话不必说了 唉 听君师兄是何意吧 你们方才也说 无惜之判 非朝廷所平定 朝廷本欲一而封制 乃蜀地军民举议 朱沙叛逆 金李侠称王 一步心战乱 二不见公事 金兵俭政 轻摇伯父 岂有军民心意 那朝廷只能是一而封制 陆秀夫 说到这里 回想着这次 前来临安的经历 心中常叹 其实 早在两三个月前当江才 投奔李侠时 朝中诸公 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 也早就知道 最后只能顺势封李侠为秦王了 所以他陆秀夫回朝 提议迁都长安 得到的 忽然有人将官帽一摘 静止起身走了出去 攻防中 朱仁转头 看着这一幕 两久无言 没事 他要辞官 还得上表 一时气不过而已 这是上不上表的事吗 屈辱 这就屈辱了 朱军忘了靖康之耻了 又是一阵沉默 星科近视中 竟有人骂了 一句脏话 靖康之耻 这四个字一出 所有人都有些无精打采起来 唉 披上这官袍前 一枪热忱 是要忠心设计 今日哪一叛逆 都无可奈何 黄潭靖康之耻 真废物也 没的意思 又几个官员这般说着 这次虽没摘官帽 却也静止走了出去 他们往后 大概也懒得在包边时政了 随他去吧 顾好自己才是实在 不一会儿 攻防里已没剩几人 随他们去吧 陈一中道 这等星星 便是考中近视 也不过是庸才 黄庸随口道 何必贬低同僚 倒显得你高人一等 以往也不这般 马上便有人讥笑道 人家是平章宫门下 自觉高人一等又如何 我至少直言不会 不曾暗杀摄影 那我便直说 陈宇全你 欲发向甲党走狗了 总好过某些 指挥善棒的废物 你说谁是废物 说你又如何 都闭嘴 够了 都别说了 邓善疏然起身 道 议论国事 说些气话 何用 陆秀夫默默看着他们争执 劝驾 眼中思索之色愈浓 陈一中 黄庸当年 在太学是至交好友 都是闲官六君子 也都是天下最聪明的人 为何会沦落到再次斗嘴 因为易不出结果 国事艰难 能想的办法 就奈多 大部分都用不了 战或何 变革 或守旧 每条路都那么难走 那必然政见不合 必然只能互相争执 换作再聪明的人来 都是一样的 就像是被困在罐子里的曲曲 陆秀夫 忽然再也不想参与这种议政了 到最后 都是拿不出主意 互相消耗 这日离开时 他对邓善说了 自己这个想法 那军师认为 该如何做 我还是那个主张 叛官家振作 张胜明天子之气度 而使李侠臣服 比如迁都长安 这比陈一种所谓 为求国 而变通于甲四道门下 还荒谬 满朝上下 有几人理念 然而万一功成 则国家之姓甚 万民之姓甚 邓善点点头 愧叹道 话虽如此 那与其叛着官家 使李侠臣服 不如 不如什么 没什么 年轻的官员们 这般褒贬着 时事 而朝中众臣们 对李侠称王之事 虽反应平淡 对其后续影响 却很重视 西湖畔的 格领别院中 贾四道 听目疗们 商议了一整日 正在做最后的总结 他们 必然要顺势 策封李逆 谢太后那边 这般说 我早便察觉出 李逆的野心 有意出兵评判 正是他们勾结李侠 陷害于我 如今国士 被这些庸才 推到这种地步 如何对得起先帝 是 凭张公 不如顺势 罢免几个江万里的学生如何 哦 方山经测题中 借题发挥 颠倒黑白 严公田之害 刘臣翁停事对策时 称忠良故遭陷害 其气节无法撼动 似有影射凭张公之意 陆秀夫此番归朝 乘是因李逆叛乱而逃回 然似有献陛下于逆贼之图谋 且其期卷有留于利州 贾四道不耐烦听人 一个个报 挥了挥手 趁这次 通通罢免便是 这次必罢免了贾四道 在西湖畔的另一间别院中 几名老者也正在商议 该有把握 既要册封李侠 那便是认同 李侠及王卫时所用的理由 半片疆域的臣民 都认为贾四道切弄国柄 已有罢免他的名义 那便依李侠所言 彻查循州一案 为无履斋平反 为无履斋平反 试涉官家 平反 好 既要除此全臣 便武逆官家 又有何妨 此番借李侠称王之事 或可使贾四道党羽自威了 朝中却是内斗欲裂 这真是 为之奈何 我等若不出贾四道 则为贾四道所除 我等垂老 曲官不可惜 却得庇护朝中中职的后径之辈 那才是往后的设计栋梁 是啊 斗吧 斗吧 为之奈何 第844章禅 于大宋皇室而言 李侠自立称秦王之事 暂时还不是最要紧的 毕竟目前只有密报而已 消息还未传开 等群臣拿出章程来 便是眼下更大的一桩失事 赵琪又夭折了一个儿子 孩子是酒瓶之一的于修荣所生 谁曾想转眼便乐极生悲 6月22日 太后谢道卿与皇后全酒 一起去探视了修荣于云 店内哭哭啼啼的声音始终不听 全酒面上 虽还是一副端庄 甜静的模样 心中却猜测 于云是故意的 故意显得委屈 仿佛孩子是被他这个皇后弄死的一般 他没心思去弄死谁的孩子 就赵琪这模样 养活一个儿子不容易 若最后落得 要到宗室里挑养子 那与这些妃嫔生下的子嗣 也无太大差别 总归他才是皇后 往后他才是太后 全酒自己也没孩子 为谁去争这些 一年半以前 他倒是怀了一个 流产了 就在赵金死后不久 某夜他腹中 脚痛晕死了过去 再睁眼 孩子就没了 全酒有些怀疑是被人要了 或可能是假四道的 报复 但没证据 也拿不准 看于云生的孩子 又是一副养不活的样子 显然赵琪血脉太孱弱 一个行尸走肉般的丈夫 经已腰折了三个儿子 而赵琪还在胡桂平处 饮酒作乐 于云枯有何用 还不是要打起精神来 尽快恢复美貌 否则真不能生个一儿半女 等赵琪一命呜呼了 到时 谁知无子的妃嫔 是别居 出家 守灵 还是陪葬 又不像那妖妃严容 棒了个反贼里面 脑子里突然泛起着念头 全酒摇了摇头 不让自己再想下去 可怜自己嫁了的看起来 就短命的丈夫 二十出头 不要担心这些 莫哭了 你还年轻 来日 方才 谢道卿轻轻轻拍着于云的手 温言安慰了声 其实有些漫不惊心 起嫁吧 皇后与我同城 可好 坐上奉勉 不用再听于云的哭声 当时便清静了许多 谢道卿虽是个女人 但以她皇太后之尊 又遇到一个孱弱的皇帝 每每遇事 不少朝臣都会请她出面 更有甚者 朝堂上偶尔竟有请她 垂帘听政的声音 当然 能说这种话的臣子 显然是不满于假四道专权 也是对赵琪 完全失去了信心 这种情况下 谢道卿对时政 至少还算了解 长安那边 李逆自立为秦王了 全九文言虽还端坐未动 手 却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情不自禁惊问道 他 他自立了 不会打到临安来吧 谢道卿看着全九那 疏然颤动的手 道 不必惊慌 李逆无力出兵 真 真的吗 诈闻之下 全九还有些慌乱 还在 努力恢复镇定 可这秦王 一而风之便是 谢道卿揉着额头 叹道 官家甚至说 李侠何必自立 想当秦王 我们册封他好了 唉 全九一愣 咀嚼着这话里的寒意 见感到屈辱 越来越屈辱 仿佛是看到 赵琪被李侠摔了一巴掌 又把另半边脸凑上去 再挨一巴掌 转头还笑盈盈 对别人说我的臣子 对我忠心 才打我 恬不知耻 当着全天下的人 他的丈夫 已在李侠面前 丢尽了颜面 他也丢尽了颜面 他的孩子流产时 赵琪和今日一样 又在寻欢作乐 当时全九没哭 他不像鱼云哭哭啼啼悲诉 自己有多惨 但此时 他因为颜面扫地 两行泪水 不由就诉诉而下 哭什么 谢道卿大哑 拿帕子给全九擦着 问道 可是因于羞容之事 想到去碎 哭设计受辱 你呀 就是太要强了 太要强了 谢道卿这般难难着 拍着全九的手 想想靖康之耻 都不算什么 全九本已收了泪 猛听的靖康之耻四个字 吓得一个机灵 悲从中来 不可断绝 之前听到的都是客汉中 观众 龙熙 大理 何熙 前阵子还听到捷报 突然一下李侠反了 全九之耻 就像砸到眼前一样 这一哭又是许九 带回到殿中 全九的情绪才平复下来 听于云哭 听全九哭 大半日 光景已过去了 谢道卿一点也不急 他一个老妇人 处理事情 就是这个节奏 好了 看你下的 李逆封王与否 无非是一个名义 暂留他抵御 蒙古又有何妨 带来日时机到了 再遣兵讨之便是 涉及到兵戈打仗 他们一窍不通 朝臣怎么说就怎么样 谢道卿要做的不是分析兵力云云 从朝中重臣中 选择出最值得信赖的那一个 交托国事 这才是皇太后的职责 之所以找全九说 他心里其实已有了主意 夜象公言 李侠之所以自封秦王 乃贾四道 窃国弄权之结果 话题从西锤战场 拉回了朝堂争斗 全九很快就听懂了 有一瞬间 又感到绝望 心想李侠公开造反了 满朝众臣 还只想着排除一几 谢道卿 平时最支持贾四道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事情闹得这般大 几位众臣们 说的又实在有道理 中间说了许久 谢道卿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反正是被说动了 想罢了 贾四道 用夜梦顶 将万里位左右成相 当然 他也没那么坚决 因此问全九的意见 若是态度一致 那就合理给官家施压 官家软弱可欺 党争 就是看谁 更能控制住官家 朝臣 太后 皇后 合理 借着这次贾四道 被李侠下退的机会 该能掌控住官家了 皇后认为呢 全九思索片刻 想到赵金之死 想到自己留掉的 那个孩子 终是点了点头 朝臣们这次是卯足了 禁对付贾四道 不仅说服了谢道卿 其余事项 也推进得很快 贾四道秉国专权 不得已才自称秦王 明面上却仿佛天下太平 既没有什么秉国专权 也没有叛乱自立 只有大破蒙目 特策封李侠为秦王 当然不敢在 冠面文章上 把矛头指向贾四道 李侠 不能撕破脸 得先稳住这些奸臣 叛贼 也就是先稳住了国士 之后再设法罢免贾四道 藉由为吴钱平反之事 吴钱的 罪名在于 忠王之力 人心所属 钱独不然 那一般言 只要赵齐在位一日 他都休想平反 但朝臣们总有办法 指出 当时吴钱一支持利中王 是贾四道党羽 事欲时审言 孙富凤 萧太来 刘宗申等人 凭空捏造 诬陷并残害吴钱 他们没有 直接把矛头指向贾四道 而是在数日间 定了这些假党党羽的罪名 追负吴钱元官 之后 朝廷再次下诏 任吴璞为成都府通治 任吴陵 为奎州路镇府使 任吴钱女婿西济虎 为钦差大臣 往关中管理 农营填事 如此一来 既顺着李侠的意思 安抚住了这个叛贼 又显得朝廷还有权威 能派遣官员往秦王治下 贾四道也未反对 仿佛真是戴罪在家 实则是知道 只能向李侠妥协 由朝臣去受这些窝囊气 而朝臣们也趁势打压贾党党羽 这场争斗中 李侠自立 但名义上却还未完全脱离大宋 贾四道暂避锋芒 让别人去担责任 但也默许了势力打压 朝臣们开始对贾党反击 但也承担了来自李侠的压力 三方都在谋取利益 但也都有妥协 政治本就是在妥协中牟利 最可怕的 反而是妥协不了 必须撕破脸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 陆秀夫渐渐理清了 他挽救社稷的思路 且得到了江万里的支持 学生以为 不该只将李侠视为叛逆 大宋有岳武目 本可收复中原 奈何诗此不图 冤杀遂闻 可谓亡国之祸源 经李侠有岳武目之能 却具不其后臣 朝廷安可再以叛逆视之 自毁长城 则宋必亡 望靖康之国耻 弃半壁江山 臣民而偏安亦于 恐攻高之臣 而论攻行路 望清之罪 任相之非 顶都之师 此昔日杀岳武目之应 经促李侠叛乱之由 欲救社稷 当拨乱反正 请陛下 还都中原 是功臣如手足 方为正理 方为大义 方为救国之道 反之 不求天子振作 唯恐臣子功高 岂非王宋之本 陆秀夫这一番话到最后 坐上江万里 家炫翁皆 愧然常叹 他还是坚持那个主张 在旁人只想着 怎么处理侠的时候 他还是想通过君臣之意 使李侠不叛 推迟住大宋设计 这条路很难 但江万里 家炫翁也没像旁人一样 马上就告诉陆秀夫 这不可能 也好 何妨一事 江万里缓缓开口 道 归劝李侠反正 二波朝堂之乱 他们已有了 挽救社稷的思路 接下来 江万里会在朝堂上 扫除假四道 这样的奸党宁臣 之后 归劝天子 不可再奢侈无度 沉溺酒色 而陆秀夫 则可带着朝廷的诏令 与诸公的归劝信 再往长安 说服李侠 莫要颠覆大宋设计 哪怕是奉天子而禀国 顺利的话 寒都长安 由朝廷忠义之事 以礼法约束住李侠 他们当然也知这很渺茫 但哪怕只有一线机会 总好过假四道的宫田变法 也好过获起 肖强大宋君臣内战 更好过王国 为臣者 尽力保射界 生离安稳 七月初一 陆秀夫登上了 西晋的大船 船上 有往长安船指的使者 有往穿闪为官的 吴前党人 有人觉得 这艘船是大宋朝廷 粉饰太平的遮羞部 也有人认为 这是维持 设计安稳的最后努力 人各有志 对此的看法 当然不同 邓善前来送陆秀夫 也带来了不少好消息 官家 以同一罢免 假四道 尼叶相拱 为左相 老师 为右相 盼老师 能扫除朝中命气 规劝官家 立经图治 官家 真答应了 国事到这一步 官家终于警醒 振作了 陆秀夫 不由欣喜 他对官家的要求不高 能每日上朝 勤于正事 能裁撤 宫中用度 畅行节俭 能轻摇伯父 爱养百姓 能与民修养 劝客农丧 能宽宏大度 优待功臣 只要做到这些 也就足够了 三十年战乱 百姓太需要休息了 当今官家 不需要孝神宗皇帝变法 不需要宫田法 只要不打仗 有夜梦顶 将万里贤相再朝 有李侠戍边于外 让百姓好好修养几年 设计至少也能喘一口气 告别了邓善 陆秀夫走上江船 看着大船扬帆 赶到大宋又有了希望 他迫不及待 想要去告诉李侠 天子能容秦王 那不需要打破重来 君臣相得 也可以保设计江山安稳 第845章 天子盛名人心在送 临安公寺 锦燕殿 官家 王昭仪 到了 王清会进殿时 赵琪正与一群美人 蹲在毯子上玩弹珠 他手指一弹 弹珠滚进一个 美人的裙底 于是伸手进裙底一摸 之后 赵琪笑盈盈又喝了口酒 熏熏然溢在 另一个美人怀里 这才向王清会道 你把朕的玉玺拿出来 给那封圣旨盖个章 王清会不太贤淑 走到越岸边 拿起那指稿看了一眼 问道 官家答应罢免 凭张公 太后 皇后 老实都说 是施相把李侠逼反了 那为了稳住局势 只好让施相容养了 好美人 你觉得呢 赵琪的女人极多 其中最有才气的 便是王清会王昭仪了 昭仪也是九平之一 王清会在后宫的地位 虽不如全皇后 杨淑妃 胡贵平 却很受赵琪信任 若说赵琪这个皇帝的权利 贾四道拿走了大部分 群臣 太后 皇后 拿走了小部分 几乎是瓜分殆尽 但他们多少 还是出于尊重 给赵琪留了一点权利 那这点权利 就在王清会手上 他过目不忘 博学多彩 为赵琪掌管着内厅文书 历代像他这种干政的妇人 都是要被文官大骂的 但王清会少被人骂 一则他能处置的文书 基本已是群臣过目后的 二则他确实才能不错 比官家亲自处置要好 此时王清会看完了整封圣旨 略略沉吟 问道 官家不是说过 不能得罪平章公吗 赵琪道 对对 可诗相好久没有露面了 皇后说诗相自己戴罪在家 是被李侠 吓得不想当官了 让他荣养 换老师来处理 国事比较好 王清会提起玉笔 准备批语这封圣旨 他目光扫过 有些犹豫起来 无以身攻艳贤 有所自纵 无以铲铲面于 有所假见 斥功践行 明是天下 除了罢免假四道 这封圣旨 分明还有些最挤招的意思 王清会也知 这是几个相公 为了官家好 李侠自立之事 该让官家意识到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但作为赵琪 最信任的人 他还是问道 官家看了这封圣旨了 没有啊 不都是每人帮朕看的吗 趴在地上的赵琪 支起上身 问道 是不是不妥 朕也觉得怪害怕的 也无太大 不妥 几位相公只是说 官家该请政线 如此才能安抚人心 对啊 赵琪忽然惊呼一声 也不再完了 焦急道 要是没有了施相 朕不就得被这些老父子 管住了吗 呀 之前都没想到 这态度转变 来得太突兀 连王清会也愣住了 赵琪想到了一出 是一出 一脚踢倒了酒壶 任酒水 撒在那名贵的地毯上 急忙忙跑到御案前 便抢过圣旨 别劈了 朕让太后 皇后给骗了 朕怎么能没有施相 一声响 那圣旨已被撕成两半 急什么 哪怕就让他们 罢免了 我又有何妨 让人警惕的是 这次太后 皇后 真的站到了那边 两个素来无主见的女人 李他们作甚 隔领别院中 贾四道早便知朝臣们 已对他出手 他根本不急 李侠才自立为秦王 再让朝臣们去承担 纵容叛逆的罪责 早晚是要清算的 至于被罢免 临安的文官 到现在还不明白 他贾四道屹立于朝堂 靠的已不仅是胜券了 而是从他随孟拱手金虎 到他捆帅金虎 两怀 再到他鄂州之战 重造大宋设计 这种种大功中立下的功劳 以及在军中建立的威望 除了他贾四道 还有谁能 遏制吕家军这样的 骄兵汉将 现在看起来 像是他要被罢免了 实则是因为他自罪在家以来 一直没出手过 给人造成了他 无心党争的假象 他只是在暂避 李侠锋芒 等李侠锐气过去 再起伏 来得及 这日正与翁应龙谈及此事 贾四道嘴里不及两个字才说完 那边归赫蒲 已匆匆跑来 阿郎 宫里来人了 请阿郎入宫 入宫作甚 贾四道笑道 时机未到 我又戴罪在家 官家说派人转告阿郎 归赫蒲四下一看 压低了声音 有些神秘 道 官家说 求阿郎入宫 见他 求阿郎莫再生气了 哈 我生什么气 官家还说 那些人想罢免阿郎 他要把他们全罢免了 只希望阿郎能尽快回朝主政 贾四道 也是惊讶 虚语 摇了摇头 苦笑道 既然如此 盛情难缺啊 这大宋官家如此德性 岂还能指望规权 唯有靠他贾四道带天子禀国 才可力挽狂难于危难之际 江万里 家炫翁还在等着天子下诏 准备为大宋设计拨乱反正 君使所言不错 天子若不振作 唯指望全臣 藩臣救国 却又猜忌过甚 如何能不亡国 前些年李侠屡破蒙鹿 道让朝中 许多人 愈发有了太平圣年的假象 一朝自立 该梦醒了 欲使甲 李之流不叛 不可仅既往于他们没有野心 须得叫天下人 觉得他们不该盼 故天子 须行善政 善待百姓 百姓 自能维护天子 救王之正理 只在贤明 二字 家炫翁拍着膝 满脸期待 这次一切都很顺利 目前为止 贾四道根本还没有任何反应 只等贾四道这种放纵官家 以独揽朝政的奸命滚蛋了 到时 他便可好好的规劝官家了 终于 赵玉下达了 人须科禁食方山精 刘臣翁 邓善 黄庸 邦义国士 夺官罢免 先是这一批批中正感言的官员 被罢免 之后 是众臣们 或是虚职之士 或是贬迁地方 官家连夜 梦顶老漫 特赠少父 以官文殿学识之士 张建已提举 洞硝功之士 自上表辞了官 离开临安这一日 他们也说不出 这是何等心情 国事日威 能想的办法全想了 哪怕是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 也全力去世过了 家迅翁踏上船时 又在回想着 这一遭受了无数窝囊气 最后竟还是这般结果 愤愤不已 真合了吴吕斋 那句报国吴门空自愿 几时有策从水土 只毁没在这昏君继位时 一道被点往寻舟 莫骂了 天要骂 宗舍至此 有只顾沉溺酒色 拱手全宁 呸 将万里长叹一声 让儿子将离京 唯一要带的一个包袱 放进船舱 坐在船头 想到后来 忧然心痛 去国离家路八千 平生不爱伴闻钱 苍天见我无私意 莫使邀请夜教渊 全久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 半壁江山都被李霞 封疆裂土了 出了这般大的事 他本以为赵琪在昏庸 也该知道 要整顿朝纲 哪怕不能真罢免假四道 作为天子 敲打一下这个拳相 让其往后禀国 更上心弦 也遏制遏制李霞 然而 突然间 朝中清流 反而为之一空 全久 真的惊到了 连他都看得出 朝堂上的平衡 都被完全打破了 这要是假四道 想篡位 都不知如何是好 怎能不惊 不惊 全久得到消息的一瞬间 从背脊赶到一阵良意 他难得起嫁 锦烟殿 想寻赵琪温的明白 往日他从不来锦烟殿 这次也不知 是抱着怎么样的期待 也许想看看 他的皇帝丈夫 到底还有没有一点理智 哈哈哈哈 一 官家再饮一杯 满殿的交呼声 突然停下 皇 皇后 圣人 圣人 全久一派端庄的 走进殿中 扫尸了一圈 王昭仪 胡桂平 朱川 朱夏 朱端 朱门 周多 石瑞 周萨 文瑞 陈怡儿 胡安化 沈贤宁 黄新平 满殿的美人风格各异 都退下 他一懒得去记他们的名字 轻贺一声 看向赵琪 赵琪吓了一跳 他一向有些害怕 这个皇后 连忙拉住王清辉 陛下 全久 强忍着情绪 问道 陛下罢免诸公 可是因他们册封 李侠 施了朝廷颜面 若是如此 确实理应处置这些臣子 这便是他想问的 赵琪是否还有这个理智 至少是为了设计体面 然而 只见赵琪道 不 不是啊 那是 为何 赵琪理所当然道 他们想管着朕啊 当然是施相最好 施相要给朕再修一间宫殿 安置美人 说吧 偷偷屁腻了全久一眼 又迅速收回去 意思是你也别想管着朕 全久闭上眼缓了缓 又问道 但 李妮叛了 若是他攻到临安 甚至蒙人攻来 又如何应对 贾平张话说得漂亮 回门之败 却没拦住李妮 不是吗 这问题太复杂了 赵琪一拉王清辉 小声嘟弄道 你和皇后说 施相是怎么说的 告诉皇后 王清辉莽万福 道 顶圣人 贾平张言 周瑜赤壁之举 笑谈而成 西安肥水之师 指挥而定 全久不等他说完 转身就走 只听身后 赵琪一小声吩咐道 快把美人们再召回来 这句话入耳 全久欲哭无泪 他很想反身拎住王清辉 问他一句 陛下不知静康之变 你也不知吗 但那一个女人再聪明 又能左右什么 全久忽然又回想起 那年在促居场上 遇到的那精彩绝艳的男子 也想到家里 要他嫁给赵琪的男人 他摇了摇头 心道 还想这些有何用 好像当时真的有选择一样 凤冠霞佩的身影离开之后 锦炎殿很快又想起了欢声笑语 秦王之力对林安带来的影响 推起的波澜 就在这欢声笑语中 渐渐消融 江船逆着长江而上 不知林安变故的陆秀夫 游在奋笔记书 书写着他 想要痛陈与李霞的千言万语 他还在尽最大的努力 以期延续大宋国作 第八百四十六章 《归情》 湍急的长江水排在船弦 江船艰难地从三峡逆江而上 陆秀夫走出船舱 只见西纪虎正副手 站在船头 看着江边的倩夫 西纪虎是无前亲手选的女婿 才华横溢 人品才干巨士第一等 举例而言 吴仆 吴灵都是四十出头吉地 有可算是年轻近士 陆秀夫与他们同榜 二十一岁吉地 与状元文云孙一起名动 当时 西纪虎则比他们早十二年登科 十九岁 即近士吉地 至今 他已在官场臣服整整十九年了 今年才堪堪三十八岁 却已有足够的魔力 正当鼎盛之年 他本该是大宋栋梁 本能成为在青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名臣 但因忠王之力 先帝下赵无前党人 永不录用 西纪虎的仕途 遂蒙上一层阴隐 只要赵齐在位 甲四道禀国 他便不可能得到重用 显而易见 这样的人 到了川山 很容易便会投身于 助理侠征天下的大业 且很快便要成为 中流砥柱 而这些无前党人 公然归秦王 又是向天下文士宣告 事关能有新的选择 这次从临安西巷的一路上 陆秀夫很喜欢同西纪虎聊天 若连西纪虎的 想法都不能了解 又如何说动 理侠继续忠于大宋 忠卫兄 在看什么 江水无情 三峡不知多少血泪 西纪虎只像江边 像蚂一样的欠夫们 难怪这边有句话 寄予名利图 莫作远行客 三峡两岸险峻 倩夫光着膀子 艰难地走在锋利的岩石间 因江水太急 他们身子弯得 双手都快出到地上 在七月炎热的天气中 累得挥汗如雨 走得却很慢 走十步就要退九步 倩夫艰苦 江船其实也很危险 江中巨浪拍着礁石 掏声如雷 端得是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卷起千堆雪 若倩绳中有一根突然折断 怕是所有欠夫都会失手 拉不住船 船 顺江一冲 很可能触礁翻尘 谁非赤子 我被入属为官 虐使私人至此 如何忍心 当了官 若躲在临安城里 未曾亲眼看看 百姓有多苦 怕是不知头上的官帽有多重 吸气虎油杆发道 盘剥这些人辛苦 挣出的一点血汗钱 又如何忍心 陆秀夫默然 心里不由再想 若是真能规劝官家 迁都长安 这一路山水迢迢 可否让官家看到民生疾苦 还是说会写百官 后宫 护卫 大摆一架 用度奢侈 惊扰地方 反而又成了一场百姓浩劫 一念至此 陆秀夫竟有些茫然 吸气虎问道 军师又运船了 此番是我第二次乘船入船 没想到还是这般孱弱 陆秀夫确实头痛的厉害 浑身都不舒服 往返于长安与临安之间 本就是极辛苦的事 甚至路途上很多地方 比如这三峡险滩 都是拿命 在冒险行路 值得吗 什么 你少年登科 天之骄子 本可在江南享福 或留在长安 也能得秦王器重 何必宁愿奔波万里 风霜烈日 又不忘每日 劝我忠贞于赵氏天子 直骂 陆秀夫没想到同行 大半个月 吸气虎说话 愈发大逆不道了 刚从临安出发时 还能以宋臣自居 这才刚刚到川鼠 开口 却称官家赵氏了 你我身受君恩 忠君报国 不是理所应当吗 吸气虎默然片刻 随口唱起了 几句歌谣 大无功 小无功 尽是人间夜独虫 银元斑腹有百足 若是飞天能食龙 他声音不高 唱到后来却有些红了眼 道 独虫若不能飞天便罢了 但既真能飞天了 为何不食龙 众威兄 可朝廷以为无相公平反了 是谁出列 才得以平反 吸气虎反问道 陆秀夫叹息一声 吸气虎道 君之士臣如土建 则臣士君如寇仇 于我而言 忠王不堪为君 他亦不值得 你这般忠心耿耿 为他辛苦奔劳 我并非是为了官家 若兵强马壮即可 称王 则天下必重回五代乱世 生离再难安定 须有人守正统 须有始之不渝者 使世人信道义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吸气虎点了点头 身以为然 道 须有人 始之不渝 那既然你始之不渝 我便不掺和了 正可追随英雄斩平生之报复 陆秀夫 亦是无言以对 吸气虎玩耳道 我说笑罢了 想让你把心放宽险 国座有进食 王朝有心替 道义不也存至今日 何必想那么多 天行有长 不畏姚存 不畏杰王 说着 他笑了笑 拍了拍陆秀夫的背 因喜爱这个年轻人 而多开导了两句 陆秀夫运传运的厉害 必识到他没能说动 吸气虎 反而是对方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似乎有些动摇了他的想法 传行到万州 吴家子弟们 急着赶到长安 祭拜无前 先行转陆路北上 陆秀夫急着见李侠 随之一道 路途艰辛 好在如今立之道 子武道重修过 道徒还算平坦 几经跋涉 终于在八月前赶到了长安 吴家子弟终于团聚不提 陆秀夫却听吴泽说 如今李侠不在长安城内 往上去巡视风利渠了 关中水利 先是秦时所修的郑国渠 引津水灌溉关中北部的农田 之后历代完善期水利 汉代时修白宫渠 唐时修三白渠 正是这些水利 使原本平几的关中 一度变得附属 立在衣食经师 亿万之口 宋成平之时 修了风利渠 代贯金阳至复平七县 田地三万五千余请 八月初三 复平县郊外 吴泽领着临安来的官员们 到风利渠边界里侠 歇济虎望着远处的牧民 问道 关中似乎有不少胡人 不错 经国与蒙古留下的胡人 剃发左任的汉人 以及俘虏 行商 关中的风物 与江南大不相同意 吴泽道 辜负在看 那边 那些牧民 都是沙驼人 秦王在这边马 渠边那位便是 隔得虽远 西纪虎一眼 便找到如鹤鲤鸡群的李侠 果然是绝世之英雄人物 那当然 秦王明锐 文武双全 陆秀夫听着他们说话 感到这种鹦鹉之主 所带来的自信 生机勃勃的气氛 与林安真是完全不同 然而 西纪虎策马行径 却是吃了一惊 只见李侠穿的窄袖绒装 正带着一群人 在围观一头公牛 与一头母牛 行敦伦之事 这是在做什么 培育黄牛 改良品种 其实江南养牛很厉害 西纪虎对此也 略知一二 很快便指点着说起来 待李侠与吴家子弟说过话 陆秀夫才单独与李侠相谈 朝廷已册封秦王之爵位 可见官家与诸公 对秦王有包容之心 说了 好一会 他捧出在船上 写旧的剑书 请李侠过目 我也有许建言想劝告秦王 但李侠结果 只扫了两眼 便道 扫除奸宁 君臣相得吗 看来你还不知 林安那边 夜梦顶 江万里等人 具已被罢免了 什么 老师 他们被罢免了 陆秀夫不可置信 他登船之时 才听到江万里等人 传来的好消息 要扫除奸党 规劝官家 如今这才刚到长安 会不会弄错了 秦王得的消息 也许前两年的 我的情报 比你乘江船来 快些 李侠说了林安的情报 让陆秀夫平缓了一会 情绪 道 早与你说过 肇事设计没救了 别再抱这种期待 陆秀夫惊愣在那里 脑子里 一只回荡着这句 肇事设计没救了 他 呕心沥血 想挽回局面 但只简简单单一句回应 就让他 说不出话来 好一会 李侠随手把那剑书 又塞回陆秀夫手里 道 我没时间再听你说这些 也不希望你再去想这些 这是乱世 救命 屈辱 平天下 尚且来不及 应要换掉那废物皇帝 牵扯了些气节 道统 争来争去 我也厌烦了 够了 听得这话 陆秀夫既失望又惭愧 脸色一暗 仿佛心灰意冷 他低下头想了两久 忽然 他喃喃道 欲 岂不知魏武之志气 非衰汗之真臣灾 随着这句话 他的颓气开始消散 他终究要比别的年轻人坚强得多 很快已在自我调整 梁以鱼石王道继威 横流 以及 雄好虎视 人怀一心 不有波乱之姿 仗顺之掠 则汉世之王忽诛 前手之泪 田义 陆秀夫的声音很轻 像是在 墨背着什么 李霞不太听得清 也不太听得懂 问道 你说什么 而陆秀夫默念着 缓缓抬起头 脸上还挂着些苦意 眼神还有些迷茫 但渐渐恢复了坚定 极短的 时间内 他竟已调整好了情绪 我想明白了 秦王说得不错 沧海横流 生灵涂炭 怎可只顾赵氏宗庙 说着 陆秀夫拿起手中的剑书 撕开 将它成两半 之后撕成碎片 随手一抛 抛进河渠里 他长长吐了一口气 让过去的过去 心里反而轻松了下来 今日归情 唯愿左秦王驱湖尘 匡四海 救天下百姓 好 君士能回来 我很高兴 秦王之事早便过去了 不必再理会朝廷那点争斗 来看看我们新猪的离 随同来巡视的官员 却还在对他指指点点 一论不停 这头牛倒真是雄剑 鼻径方圆 尖风高大 吸着牛 好牛重 那头母牛 则是金湖的水牛 王上说 试试用杂交之法 以改良处众 提高续产 西纪虎对此颇感兴趣 很快便参与进这话题 你们帮牲畜是情 咦 你这江南来的官员 也懂放母 西纪虎道 当然懂 连北方胡阳 我们江南人也能赞扬 只说 林安有个牛羊丝 立下有供应所 如捞院等 负责祭祀与公园饗宴的牲畜 旗下占养牛羊 每一存兰出羊三万余口 每年宫中饗宴 十羊十万口 哦 江南畜牧如此厉害 人群中竟还有一蒙古人站出来 操着汉语道 我不信 宋国养牛羊 还能养得过我们草原人 西纪虎道 这东 福建系出产牛去处 我家乡祭神 一次杀牛数千头 占养牲畜 疫病怎么办 李霞重新回来时 听到的便是这般的谈论 听西纪虎说来 宋朝的相处 饲养 品种改良和繁育 兽医技术等等 都十分成熟 江南大量占养禽畜 还有一套完备的防瘟疫的机构 如药密库 牧养上下肩 医马院等 西纪虎随口提及处病治疗的书籍 便有四十余种 其实宋的农牧业非常发达 甚至难度前的一些农具 书籍已经失传了 可以预见 若按历史的走势 其后百年间 或许会有更多的农业技术失传 李霞不由再想 若没有被战火打断 若没有逐渐腐朽 宋能否在农业上有致的突破 类似于 先有了英国农业革命 圈地运动 才有工业革命 而有了工业基础 才能谈其他 民以实为天 农业才是立国之根本 李霞虽不博学 但这毕竟是课本学过的东西 农业革命的内容 无非是极点 如 使用农耕工具 比如中国的梨 轮作制的推广 以饲料作物取代土地修耕 有些饲料 能增加土壤的肥力 又可喂养 牲畜 而牲畜的粪便 也继续增加了土壤肥力 改良畜种 增长产量 他认为 这些方法 事宜如今的观众 长安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 作为天下都城 其实是不堪重负的 历代 在此修建城池 营造宫殿 砍伐了大量树木 水土流失严重 唐代人口不断扩张 以及唐末战乱 土地失去肥力 耕地面积减少 李霞把王府 从汉中迁到长安 称王值两个月 却已有大量的官吏 士族 邪家带口迁到长安 以王都聚集人口的速度 也许两三年后 长安又需要从川鼠运粮补给 因此 保持农业 迅速且可持续的发展 已成为李霞立国后的第一要务 今日临安来的官员 有两个细节 给了李霞一些信心 一是从陆秀夫身上 他看到了肇事的无能 哪怕如此 蒙古灭颂 依旧显得吃力 二是从西纪湖所说的情况看来 宋虽击毙丛生 但经济科技却是蓬勃发展 只要有好的引导 假以时日 国力是有可能超过蒙古国的 一行人围着那羹牛讨论之后 又去看新著的铁梨百姓 用的是否顺手 这次负责讲解的 则是随李霞出巡的一名年轻道士 名叫孙德玉 这叫双华梨 去年冬天 我们才造出一批 与一般的木爬梨 不同在何处呢 陆秀夫道 他多了两个轮子 对 但可不止 孙德玉一指 养了养头 颇为得意地介绍起来 此梨 乃我 根据屈原梨所造 形如尺 长六尺 不止 我增加了梨平 深耕也可 浅耕也可 梨必如此 若将土翻到一旁 减轻了前进十只阻力 且能翻腹土块 以断绝杂草 然而 一般的屈原梨重 首先我改用铁园 省去梨剑 使梨深简化 而却不影响耕地 更坚固耐用 由此 二轮 便是没有耕牛 一人 也可拉动 孙德玉说着 招过附近一些农夫 道 你们来说说 这梨可好用 好用咧 要是有牛 不用这轮也行 呃 用了这铁梨 梨出来的沟龙 又直又深厉 孙德玉大喜 环目 一看 见路秀夫 对这东西感兴趣 又道 来 你来套上 试试 往那边梨一梨 就这东西 看起来简单 可不是一般的野铁匠人 能造出来的 他这话倒是不假 铁梨与木梨看起来 只是材质不一样 但对锻造的要求 却是划时代的 尤其是要做到 量产极难 如今这铁梨 造出来 也只在汉中 长安周围几个地方试用 事实上 更多乡野里的农夫 连木制农具都无 游在面朝黄土 一锄头一锄头啊 李霞才不听孙德玉吹嘘 而是招过负贫之线 以及乡中老夫 仔细问了 了解之前 义人能耕几亩地 换了铁梨之后 又能耕几亩 他需要让人将 这些切实的数都记下来 在商议是否推广 而今日随他出巡 伴在他身边做记录的是 勤酒勺 勤酒勺 看起来一副 奄奄然的模样 仿佛认为自己 是被大财小用了 但他才干确实是 了得 漫不经心地记录着 带到李霞问了 算都不用算 李霞想知道的 张口即赖 一户人家 改用心理 能多耕几亩地 增产几何 一线之地 又增产几何 再核算 农具造价 两句话 一把所费所得 推算清楚 李霞听过 方才招过孙德玉 问他 能否量产农具 郝修阳 从全真教 抢来的弟子当中 孙德玉既听话 又聪明 两年以来 一直以一种 既来之则安之的 豁达态度 做事领俸禄 脸都圆了不守 当然可以 王上只要说了 小道自然要认真办妥 但还有那么多武器盔甲 要打造 铁矿也不够 人手也不够 还有 尤其是煤也不够 一抱怨起来 孙德玉有些没完没了 他并不害怕李霞 是一种领多少钱 做多少事的态度 在说话 大半年 都没有在玉煤回来了 当然是练不了铁了 如今搬到长安来 连树也不让砍 要让小道来说 比起汉中 长安 真是光秃秃的 实在是没什么好的 知道了 无非仗打完了 又可以 与某些蒙古士猴 走私些煤炭回来了 治理一国 凡要做点什么事 往往都是千丝万缕 那边陆秀夫 试着拉了双华梨 他在前面拉 西纪虎 则在后面扶 等到李霞完成了 这日的巡视 两人 连小半亩地都没跟完 却一类的大汗淋漓 蒙人们 把他们迎回田边 陪笑道 相公们尊贵 哪是做这些粗活的 陆秀夫 擦着脸上的汗 大口喘着气 脸上终于又有了笑意 临安一行 他攒在心中的灰心 无奈就在这大汗淋漓里灰散了 西纪虎则是问道 我们翻的地还行吗 老农们只是傻笑矛头 又道 相公们 哪是做这些粗活的 随行的官员们 也全都笑起来 其实他们当中 会有许多人觉得 这样的出巡类 也烦与老农打交道 但秦王这么做了 上行下校 他们也必须显出重农 爱民的态度来 风气便是 这般形成的 黄昏 从风力渠走向一管的路上 西纪虎叹息道 临安游在党同伐异 辅到长安 迥然不同啊 秦王即位 不造宫殿 不设仪仗 难得这么快 便能沉下心 历经图治 不是这么快就沉下心 无则道 是从未因称王而浮躁 如此少年 便坐拥半壁江山 一招自立 举巢震动 秦王却由不淫于怀 属实了得 是 我们都说 秦王不像少年人 无则笑道 秦王自己也玩笑称 不如假四道少年习气 假四道庄的 镇定自若罢了 实则这次也是 如灵大敌 如灵大敌 大可不必 朝廷偏安一语久了 眼界难免太窄 其实王上称 秦王 并非是给朝廷看的 西纪虎 恍然有所误 反问道 是给中原看的 不错 临安不敢开战 那做如何反应 是否策锋 我们都不在乎 该看的是忽必烈的反应 辜负且看吧 在开屏 或在燕京 忽必烈怕是来不及 准备妥当 便要匆忙撑国了 开屏 燕京 西纪虎 咀嚼着这两个地名 这是遥不可及的地方 以前几年都不怎么听人念过 以往考虑天下大事的时候 从不用考虑到 燕云十六周 脑子里 淮河往北 像是看不到的地方 一片暗淡 但今日才到长安 连燕云十六周以北的开屏 都像是被点亮了一般 至少往后分析局势 必须把它纳入考虑 眼界突然开阔 第848章三五之交 8月初六 李霞自封利渠归长安 马上便着急陈属 商议兴修关中水利之事 自唐末战乱以来 关中水区管理逐渐废迟 眼下的水利难题有两个 一是长安城的用水问题 城内水源不足 挖井所得 往往又是苦涩不堪的咸水 以往人口不多 还能应付 但随着秦王牵制长安 人口聚集 用水也有很大困难 二是关中耕地的灌溉问题 这次巡视风利渠 勤酒勺的记录 是河底低深 渠道高氧 水不通流 废池烟色 几百年已 诸人当中 李庸 吴仆 西纪虎 都得过无前兴修 他山宴之后的经验指点 虽然都不是水利专才 倒也可负责此事 战后百废待兴 李霞挥下人才又太少 要他们处置的是远不止这些 总之就是 让他们辛苦一些 多多担待 这事 肯定不是一天两天 能商议出结果的 需要考虑到各渠道的饮水 分水 输水整个 体系 以及长安城的规划 孙德玉也参与了这商议 因开凿何区所需的火药 以及各种器械 需由他负责督造攻击 与会时 也不知打了多少个哈欠 好不容易 李霞结束了这场议事 孙德玉才得以散衙还家 从永宁门出了长安城 乘马车往南行两里 递到小燕塔 又往西南方向行了十余里 才抵达唐城墙的遗址 分明是格务院三个大字 字迹书朗飘逸 出自大家之手 石镜黄昏 进了格务院 里面是一派繁忙景象 因是不久前 才从汉中调了一批人到长安分院 此时院子 还堆满了装着书籍 图纸 材料 样品的箱子 来来往往的人们 在整列 人员也是形形色色 道士 和尚 文人 老的 女的 残疾的 进格务院做事 基本只有读书十字这一个要求 孙德玉一进门 便扶起双手 微昂着头 摆出些架势了 才往里夺步 院长回来了 院长 没有人换 孙德玉都含笑点头硬着 最后自己没忍住得意 完全笑开了 他本就长得一张娃娃脸 白白净净的 这一笑 更显得孩子气 但路过的众人都还是院长 换个不停 院长回来了 这趟辛苦吧 虽然是有些辛苦 这么热的天 我都晒黑了 孙德玉笑道 可我不就这点嘴皮子的能耐了吗 大家伙把事情办好 我来为大家伙向秦王讨赏 相比于他那些木讷的师叔师兄们 孙德玉或许不是最会练火药的那个 但他最会与人来往 因此 格务院但凡有什么事 多半是由他主持的 格务院之前 最主要做的 无非是依照李霞给的原理 研制出各种军事 医疗的武器或工具 多是配合军队 这次随李霞走了一趟 孙德玉便知道以后 格务院还要配合分管农业的官员们 研制并想办法 大量制作出农具 提高观众的产量 用李霞的话说 要尽快促进农业 牧业的发展 以推动建立工业 军工业的基础 云云 这种奇怪的话 孙德玉偏偏很能领会 这也是他年纪轻轻 就能脱颖而出的原因 回到格务院 他也能准确地传达给别人 在秦王府一世时 他昏昏欲睡 可回了自己的地盘 他却能笑嘻嘻地把事情交代清楚 秦王又给我们拍了更多的火 好了 今日便说到这里 王都刚一到长安 诸事繁杂 还请尽力 忙过这一阵 大家到丽阳酒吃炒菜 从堂上出来 孙德玉终于可以回屋歇着 好嘞 他往铺上一趴 到 也不知郝老道何时才来长安 这 许多室友全交给我打点 累死我了 与孙德玉同住的 是他的师兄于德臣 才进屋 便把被孙德玉 踢乱的蒲团 重新摆好 郝老道暂时不来长安 他打算到吐蕃 再与佛教辩论一次 信在这里 你自己看吧 咦 孙德玉之起身来 接过那封好修阳的信 好修阳 无非是交代 他要打理好格务院 至于自己要去做什么说的 去 不多 只提到 他要带着全真教的老道士们 往吐蕃大招寺 去一趟 仔仔细细 把这信看了两遍 孙德玉道 老道长不会是想 借着吐蕃突驴之手 把全真教灭门吧 别胡说 胆子真大 我听说吐蕃突驴 已被忽必烈册封为国师了 既然身处国敌 还有何必要再做福道辩论 还有 郝老道那么大年纪了 能走那么远 于德臣摇了摇头 道 我不知道 孙德玉道 郝老道想当国师想疯了 我看 他之所以把格务院丢给我来管 就是为了能全心铺在宗室院上 当年全真教被围 李霞曾给了孙德玉两个选择 一是信仰 二是格务 这也便是如今宗室院 格务院的由来 好修阳本是两院兼顾 但自从格务院的杂事 孙德玉能够打理之后 已是越来越少管这边 我可太清楚郝老道的心思了 无非是想着 若能为秦王说服吐蕃归附 万一秦王称了皇帝 可不得给他封的圣人 可秦王才多大年岁 八四八才多大年岁 可都是二十多的年轻人 他郝老道 哪能陪他们继续合纵连横 这天下大事 那么老了 还上到吐蕃高山上去 孙德玉说到这里 大摇齐头 他重新趴回榻上 又道 换做是我这般天资 于德成坐在那打坐 也不应话 便由孙德玉在那嘀嘀咕咕 到最后 孙德玉道 师兄到底有没有 在听 真是好生无趣 有在听 对了 他说 等你随嫁回来了 一道句句 谁 嗯 昭成兄 次日傍晚 长安成熙 李昭成府中 你们尝尝我这道烂蒸羊羔 看着几盘炒菜被端上来 孙德玉便眼睛发亮 下注如飞 不忘嘟囔道 李大郎这厨艺 果真了得 还是请小道士吃饭有趣 你还不知吗 他哪还肯管这摊子是 我就只好接手管了 也是 老道长一心想要去吐蕃 我与父亲苦劝他许久 还是没拦住 李昭成对此颇有些忧虑 以前李昭成就喜欢去找好休养 这两年 依然是时常去格务院走动 旁人觉他是李霞的兄长 来往时 避嫌 八件 进而远之都有 如孙德玉这般 能与他自在相处的 其实不多 因此 李昭成颇喜与孙德玉来往 没拦住 就让他去呗 其实你要不说他多大年纪 看着比我师父还健朗些 李昭成这才轻松不守 笑道 孙院长说的有道理 此时正有人进了堂来 闻言便应道 院长 哪里的玉璃头子来了 声音清脆 却是个女子 李昭成转头一看 果然是姜迪 姜苍姐弟 道了 一指孙德玉 道 你不说 我差点忘了 玉璃才叫院长 正是这位孙院长了 小道是 惯世个人精 能升官属世平常 姜迪拉开椅子 从容自在地 便坐下 道 好香 我没来晚吧 林三雅有些公务耽搁了 来晚了 罚你明日道 再请我吃一顿 好个贪财吝啬的小道士 几个年轻人 一边吃菜 一边饮酒说笑 到后来 姜迪有些微醺 却显得颇开心 再一看 于德辰 一直闷不吭声 他便问道 沐渝一整晚没说话 有心事啊 我师兄从来就是这样 吓我一跳 姜女郎 忽然笑什么 喝醉了 哎 我忽然想到 那时候在清浮县 沐渝半城 女子 也是这样 一直都不说话 好生闲境 于德辰大为窘迫 盲道 别说了 你醉了 没有 没有 姜迪游在笑 粘着酒杯 摇了摇头 道 聊聊当年去世 有何打紧的 伴做女装丢脸 我当时与你说的是更丢脸 但都过去了不是吗 姐 你与于道长说了什么呀 没什么呀 有趣的是 前年在汉中 再见到沐渝 我吓了一跳 他也吓了一跳 然后他与我说 姜女郎放心 我不认得你 嗯 不好笑吗 他叫我名字 又说不认得我 不好笑啊 好吧 我就觉得 沐渝虽然是个杀手 但心肠很好 师兄 那是把杀手的脸都丢尽了 但是 沐渝是有什么心事吧 师兄 你有吗 于德辰终于点点头 道 我就是觉得 我待在格务院 没什么用 怎么会 孙德玉亚道 要是没有师兄 我们怎么能站下 城郊那个荒废的寺庙 哪有 现在的长安格务院 别说了 昭成兄和姜女郎 都是当官的 再说下去 我要被捉起来 扑吃 姜敌不由好笑 道 难得听于道长 说句风趣话 我说真的 我脑子木闹 唯独有些身手 那师兄 你可去当个捕快 万年县正好在招捕快 哈 正好与孙院长 这个玉力搭班子 不过 话说回来 我早便觉得 师兄道心又不见 老想着娶媳妇 就适合还俗当个捕快 李昭成问道 你们说真的 我去问问有无缺额 其实 林思史 也想让我过去做事 军情司 那是最危险的衙门吧 孙德玉大摇齐头 道 我们格务院多好 茉莉 她 就是 姜苍道 连我都想去格务院 读书吧你 沐渝你也莫听他们说 终究是你自己拿主意 是 我在考虑 师兄没什么好考虑的 我们格务院那么多机密 也需要身手好的人 保护 呀 姜苍忽然道 我想起来了 当年杰尼与道长说了什么 我可猜到了 猜到就猜到 有肾打紧的 脸皮真厚 姜迪笑了笑 随手举了举杯 与旁人敬了 自饮了一口 她已经不再是只会 模仿李霞的那个少女 她已有了属于 她自己的气质 也不觉得 如今这样 有视大家闺秀的体统 这夜 当着几个好友 久到憨时 姜迪还说了翻心里话 我这般不漂亮的女子 若受父母之命 嫁人 足可想见的 会是疏无意去的日子 所幸14岁那年 我遇到秦王 她虽未与我有男女之情 却教我活得自在 如今我能施展才干 有三五之急 多好 说得好 李昭成道 姜女郎之风采 非寻常闺秀 可比 堂上气氛正好 姜仓却偏要给他们拆台 道 咦 想起来了 有一次父亲还起义 让姐姐嫁给李大郎君 李昭成一杯未饮尽 呛了一下 哈 李大郎君更想取两方七室 孙德玉声音 玉笛 好吧 连我也就不了场 正有点尴尬 姜狄已举杯 道 既已成过往 敬当年一杯 李昭成想到那年在续州 苦笑 举杯 敬当年 敬如今开宁风气 敬人敬其用 物 敬其才 敬 敬我读书有成 前程似锦 下次再聚 走了 明日还要公务 莫叫人知道 我又下厨了 第八百四十九章 知其人 四日 姜狄早早醒来 想到昨夜酒后的言语 不由懊恼自己疏狂 好在 就算出丑 也是在至交好友面前 没丢脸到外面去 他换了官服 向衙门赶去 江府 就在长安钟楼以东的 案板巷 在往东不远 有家实际泡馍 在往北有家 胡记扫子面 面馆前数十部 便是秦王府 因秦王府太小 周围的一大片房屋 已被买下来作为官线 偶有一两户人家 不愿卖屋的 倒也无所谓 比如文报局 与大司农司之间 便隔着一户人家 已在此间住了上百年了 住的是个老园外 每日在门中 织张凳子 与官员们 说他祖上在堂时当过官 江迪 如今在魔刊院 任宫考郎中 做的是审计各州县户口 两税等事 他算是位高权重了 若依宋庭官制 魔刊院往上便是三思 三思主官 只亚于宰相 称迹相 一女子 在这个年纪 任官到这地步 其实历代义军中就有很多 但李霞若能成事 那就很厉害了 如今在秦王治下为官的 基本都能算是原从 彼此都很熟悉 上崖时 少了些宿母 多了些亲切 江郎中来了 听说令尊要调回长安任之府了 是吗 我都未曾听说过 一路打着招呼 才进魔刊院 却见颜云云正领着一名 五十多岁的小官 过来 说是小官 因他穿的一身绿色的官服 但其人风采 气度不凡 官威比他爹江春 都大得多 给你麾下派一属官 请九韶 到魔刊院任主部 颜云云 随手引荐道 这位是宫考郎中江迪 你暂随他做事 见过江郎中 请九韶义 行礼 江迪便感到有些棘手 一个年纪 名望 才干都远胜他的下属被调过来 其实是官场上最麻烦的事 他连忙硬倒 不敢担 久闻秦公大明 往后多多指教 江郎中换我的字 道鼓 即可 请九韶辅着长须 眼神里分明还带着巨傲 天又不得不孝 又道 一定任凭屈使 他当然很不高兴 觉得屈才 哪怕谦逊一点 他也能自称一具千古高材 在宋庭被贬 那确实是得罪了太多人 还能接受 李霞算什么 一个反贼 且正是用人之计 烧高香才能碰上 他这么一个大财 居然先是打发到成都 为营建之势 出力 好不容易谏言献策 被调到李霞身边 安前马后 随同巡视地方大半月 作为考验 居然只封了个最小的官 但也唯有谦逊谨慎贤 才能再得重用 否则回成都继续出力不成 老不以筋骨为能 严云云之所以 亲自送秦九勺上任 其实是看中了他的才干 想着往后 把他调回来 只是李霞认为 这人的脾性 还需要磨一磨 调到一个年纪轻轻小女子手下 算得上是折辱 好打一打 秦九勺的傲气 另一方面 反过来 也是对江狄 以及魔看院官员们的培养 大清早安排完此事 严云云遂往秦王府 见李霞 李霞 每日还是早早起来锻炼 之后 在大堂上处理公务 幕府 敬臣若有失商议 只要过去即可 若类比临安 他这有些像是更随意 而高效的小巢会 严云云与官德禀报一声 过了一会便被领上堂 堂上正在商议的 也不是什么秘识 是西纪虎正在提议 以考试选拔人才 如此 王上足可与临安婚君 争识人之心 李霞如今 其实还缺大量的官员 选拔人才 既可以收买天下 人心 也可将地方上的官员 太换成心腹 这事本就是李霞想做的 难题在于如何实施 最让西纪虎去哪个详细章程 接下来谈的 依旧是关中的水利 所需的预算 诸人已大概估算了一遍 最后由李也呈上了一封公文 李霞看过之后 招言云云上前 问道 你看看 我们有这份财力吗 若是征七县百姓的摇曳 一年内 勉强能凑得出 征摇曳自然是不付工钱的 虽说新修水利 是造福于关中百姓 但李霞还是摇了摇头 道 我们与百姓说好的不争摇曳 不可出而反而 说吧 他 转向李也 问道 敬斋工以为 我们可到了能发行纸钞之时 以目前李霞施政的经验来看 他认为 相比于直接征底层农夫的摇曳 不如发行纸钞 再雇佣劳工 一则以工待振 可招来安置更多的流民 二则 还可推进纸钞的发行 二则税收 不至于马上摊派在贫苦人家头上 是否适合 李也头也不抬 白了 李霞一眼 端坐在那沉思着 容老夫想一想 你好想折 在启禀王上吧 这不是小事 相比而言 不得不说忽必烈的 中统交钞十分了得 只看那无比充足的准备营 李霞眼下 就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一桩桩事物 就这般处理着 进展并不快 要摆到这里来谈的 本就属于较大的难题 需要商议 调查 筹备 待旁人都退下去之后 言云云上前 递了他备好的单子 道 与山西走私的钱与货 已经备好了 放着吧 我安排人去一趟 这日傍晚 一辆马车 绕过长安钟楼 向西行道 城隍庙后面的小巷 静置进了一间 没挂牌匾的深宅大院 院中 戒备森严 现在去北面的 哪有当年 我随秦王北上时那般 冒险 如今都只是传些信 林子随口闲聊着 抬了抬手 请王饶下马车 王饶一只脚才落地 目光一瞥 瞥见阁楼上 有人抬着弩 对着这里 微微一礼 道 林史思 过谦了 都说 军情思是最危险的衙门 不知哪些 胡孙传的 近来好手都不好招了 哈 林史思 这是想要敷衍我不成 没有 林子略略私存 斟酌之后 还是与王饶透了些口风 道 说实话 近来往北面派人不易 我连忽必烈与阿里布哥 打成 怎样都还未探到 对面有防备了吗 王饶那大嘴一脸 笑了笑 随意而 自信地道 这次去我替你打听 多谢了 都是同僚 谈慎谢与不谢的 派些好手给我 便是 不只是谈走私生意 三件事 王饶随着林子 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随口道 一是与看山西市喉反应 商议走私事项 二是给保定张家 送封家书 并助你打探北面情报 三是离见李恒之父兄 李维忠 李警 你还要到燕京去 怎么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林子皱了皱眉 感觉王饶太随意了 他每次挑选人手北上 都会想到 当年自己被当成 弃子丢掉的心情 所以他往往很慎重 做好周全准备 但随着寒城之战 猛军意识到 军中太多 送军细作 防备越来越严 这次只好让王饶领人去一趟 见王饶这种态度 虽有些不放心起来 知道为何秦王派我去吗 王饶道 一则我熟悉中原 又有故旧相助 二则我能独当一面 能去就去 不能变罢了 这种事讲究见机形势 末了 他自信笑笑 又道 放心吧 我有数的 林子狐疑地看了王饶一眼 微微撕层后 还是领他进了后面的轿场 都是好手 且都去过河南河北 会说北方口音 其中甚至有人在中原 还有顾九 你选人 感到灵力的杀气 扑面而来 王饶满意地点点头 马眼 河北搞成人 随董文用在金斗关被俘的 一身武艺了得 马眼 你说句话给他听听 戒人的嘴可真大 王饶摆了摆手 是一马眼不用说了 上下打亮了一眼 道 道是条好汉 我能信得过你吗 你为何愿意帮我们做事 嫩爱信不信 好 好 赵燕多慷慨悲歌之事 你是条爽快汉子 王饶又看向另一个年轻人 道 一看这虎口生茧 便可知是高手 尊姓大名 于德辰 在北面有顾就 有 燕京长春宫 长教成名真人 赤城崇祯关东明真人 都是我的师伯 蒙古国赐我的道爹 还在身上 王饶又问道 为何效力于军情司 我怎知你不是为了 去投靠他们 假意随我北上 我朋友们都在为秦王做事 我闲着也是闲着 所以呢 所以 我没想着投靠蒙古 王饶点点头 走开了 他私下却对林子道 你手下人脑子如此之笨 无怪乎探不到情报 两日后 李霞亲自送王饶北上 他如今起了事 不像以往那样 需要依靠大量的间谍工作 才能弥补实力的差距 相反 他反而要减少使用一些刺杀手段 以减少不光彩的 手段对他威望的影响 李霞对王饶的交代中 也透露着这种意思 你这次北上 不必太冒险 我们目的在于 了解草原情报 看看是侯们对我自立的反应 说 我杀了杨大渊 有人信 但必有人不信 正在暗中窥测局面 给他们一个 与我们打交道的机会 走私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为了这个 王上放心 我明白 该怎么做 趁着忽必烈败退 王上自立的机会 拉拢一批北地人心 不错 太原的好天意 已回去一阵时间了 但我向他问好 听了这话 王饶咧嘴一笑 像是要把好天意一口吞下 今年初的战事结束后 李霞就开始与忽必烈 争夺北地人心 在延安的交手 打了个不相上下 但这场争夺并没有停止 李霞称王 就是为了加上一个筹码 然后继续争夺 以往他是被前往北方的人 如今则是潜人北上了 第850章连访 司 李霞相送王饶之地 正是长安东城外的坝桥 坝桥 作为关中八景之一 风景自施好的 筑笛无礼 栽柳万珠 他又名情静桥 因长安送别 往往到此为止 所谓 从来只有情难尽 何事名为情静桥 自此改名为 折柳 任他离恨一条条 坝桥烟柳 离别之情 当然很有韵味 但对李霞而言 没有必要 他与王饶没有这份交情 王饶就是个普通的下属 只是因为要去做的是很重要 才需要他亲自相送 反而是李昭成 我都不知道你和王饶关系这么好 李昭成摇了摇头道 我和王饶不熟 那来送谁的 于道士 知道他们去哪吗 不知 他大概是不愿我们担心 或是行踪要保密 只有我们说是随大人物外出巡视 但最大的人物 就是你 他骗不了我 我过来看看 李霞本以为是 王饶把行程 告诉旁人 行事不命 问了发现只是这样 那就 还好 别的事 他也懒得多问 八月上旬的长安 依旧门热 他让人去路边买几个西瓜 在坝桥的柳树下 与一众护卫们分着吃了 然后策马回城 马上要中秋了 李昭成并派行 中秋到家里来吃饭嘛 一大家子带过去 不方便 李霞随口拒绝了 又道 你带太公到府上来吧 如今旁人都换李庸做李太公 李霞岁也这般称呼 其实李庸 李昭成也是一大家子 但李昭成却不觉得 有什么不方便 欣然点头应下 家事说过 李霞自然而然 又换作公事公办的语气 道 交代你一桩 差事 好 李昭成与李庸 眼下并没有正式的官职 他们身份在那里 李霞若能成事 太公与长公子 自不失皇亲之爵 若不能成事 就当做逆贼的九族 一起被诛而已 李庸虽无官职 做的事 类似于副相 具体说 像是餐之正事 不做堂 不知应 并异正午 李昭成今日之前 则类似于中书社人 也不做堂 领命做事 时忙时闲 若有必要 他当然 也能领具体的官职 我准备发行纸钞 新修官中水利 此两装饰 千扯俱立 难保没人中保私囊 你来筹建一个衙门 叫连访司吧 类似于监察御史 监督 是否有官员 在其中上下棋手 李昭成算是有能力的 但也看和谁比 在普通人里 他是佼佼者 与陆秀夫 西纪虎 秦九韶 这种可怖的天才相比 就显得有些平庸了 此事李霞 与陆秀夫也说过 陆秀夫当即硬朗 回去变你了一个折子 反而能把整件事 给李霞说透 而李昭成 则需要李霞 仔细说清楚 此事 你与陆秀夫合理来办 具体的事物 他会处理 由你为主官 意在表明 不论是谁敢伸手 林察 都有处置之权 另外 于秦司 摩勘院 可配合你们调查 审计 同时互相监督 若做个类比 李霞想要的这个机构 有些许类类于 宋的御史台 说到御史台 唐代御史官员 分为台官 元官 台官监察官员 元官劝谏皇帝 到了宋时 台员便合并了 只能监察官员 不能再管皇帝 为了让皇帝安稳 挑动臣辽相斗 又规定监察官员 若百日无所弹劾 须彻之伐放 这也是宋庭内斗 日益激烈的因素之一 所谓正稳于庭 日薛已亡 如今李霞议设置监察 对这点十分慎重 之所以暂时 叫连访司 则是希望少一点 互相谈和内斗 先把关注点 放在这个连字上 明白了 我与军事接洽 你定了章程之后 报给你 嗯 尽快吧 这种时候 不能靠人自觉 监督制度 先完善起来 也许设了连访司 发现一个贪官污吏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李霞根本没有这种天真幻想 到 严格监察 才是对官员们的保护 太过信任 反而会给他们伸手的机会 那才是害了他们 是 李昭成 有些害怕李霞的严肃 他也只有25岁 虽努力想拿出当兄长的沉稳 心里却感觉到 李霞才是他的兄长与王上 两人 一路进了长安城 到了关系区域 李霞自回了秦王府 李昭成 则顺道先去与江狄 说一声于得臣之事 我去送过他了 他没骗我们 与小道士说 不用担心便是 真的吗 江狄问道 秦王派何人出巡 连你都不知道 他专案上堆满了文书 很忙的样子 机密 李昭成随口便敷衍了 正要走 又想起一事 道 你如今随秦道鼓做事 不是 江狄割下笔 招了招手 低声道 他是我下属 震得住吗 你说呢 当然不行 头疼 我年幼时在嘉兴 便听过他的大名 当时他在湖州写著 述书九章 受官家召见 我也是 我才随父亲到叙州 就听说他的大名 江狄 已守府了 道 在他同川路府墓 义兵抗蒙 就是我父亲 也要直立相见 你说 我怎么当着上差 给你透个口风 诸公的意思是 他这人贪财奢侈 以权谋私 但一直是坚定的主战派 著书传世 抗击葫芦 曾有功于国 这次若能改过 还得再给他一个机会 你要是说这些 我更觉得难办了 走了 还忙 李昭成出了大堂 又到隔壁的工房看了一眼 不由心想 若真设了连房时 这便是要着重注意的官员之一了 他回过头 用眼神向江狄示意了一下 江狄为有些疑惑 再次割下扁 起身往秦九勺的工房 探了一眼 只见秦九勺正好争一霞 坐在那泡茶喝 雨扇轻摇 悠然自得 这让江狄有些无奈起来 他不久前 拿了一摞各州县的户籍 让他统计人口 也不知是做完了 还是在这偷懒 正由于该怎么办 便听里面秦九勺问道 江郎中有事吩咐 可 领桃府今年的人口 卷宗秦宫 何时可给我 这里便是 秦九勺一指捉案 由不慌不忙地 饮了口茶 过了一会 才想起过去 把卷宗递给江狄 很快 重新坐下 江狄亚道 这般快便合算好了 秦九勺微微一笑 抬手请他核对 他倚着以备 仰着头 轻抚着下巴上的长须 问道 此间何堪掩铁 度之 睡目 类似于三思 可是由敬斋公主管 此事 江狄还没与秦九勺说过 不由亚道 秦公怎知晓的 秦王之迹象 如今除了敬斋公 还有谁可胜任 怎么不见敬斋公 来衙门 敬斋公自有旁的事物 我们做好本职之事 没出了错处即可 也是 他该是还监管着 劝影之事 进来忙着发行骄子吧 江狄不由再次 哑然 准备发行纸钞 不是什么机密 但目前 也只有一些 相关的官员知道 他不明白 秦九勺如何知晓 不难猜 我在江陵府时 便是与敬斋公 在劝影之事上交 过手 秦九勺重新捧起茶盏 慢条斯理地喝着 落在江狄眼里 便显得实在是高深莫测 秦九勺摇了摇头 叹息道 他已年过七旬了吧 竟还如此操劳 太辛苦了 江狄眨了眨眼 不再看他摆谱 转身搬了一大落卷宗过来 摆在秦九勺案头 报 那就请秦公多担待些吧 合算好之后 立即报给我 这次 他语气就强硬了许多 在他眼里 秦九勺不可谓不聪明 不论是筹算 文章 样样精通 本以为他是不会为官 其实官场智慧也很厉害 唯独就是野心也太明显了 三句话就透露出 想要升官的意图 实在是很没有诚服 显得急功近利 难免让人心生轻视 江狄对他的敬畏 也就少了许多 怪不得这人官声不好 到处树敌 他最新功名利禄 真是毫不掩饰 中秋前在与朋友相聚 谈到请酒勺 江狄 不免如此评价了一句 你这般一说 我倒是觉得 他不是人品不堪 而是人品不错呀 孙德玉反而有不同看法 笑盈盈盗 旁人贪得悄悄摸摸 道貌黯然 唯独他贪得明明白白 瞧不起人 还直说 可以说是 道法自然吗 李昭成不由苦笑摇头 道 明 也好 暗也罢 贪 便是贪了 盘剥百姓高血 用度无算 在江南我管不了他 但往后再改身手 唯有绳之以法 孙德玉与江狄纷纷笑起来 连房屎还未上任 已有好大的官威 李昭成表情凝重了些 道 我看接下来 我们在公务上 还有许多交解 事先说好 私是私 公是公 能有什么交解 江狄孝道 你个小道士 便是个贪财的 这次关中修渠 打通大小龙山的火药 便是由你督造 若让我审出账目有误 一定报给连房屎 拿你下月 不错 这位格务院院长 也需我们连房司 着重关注 这 小院里说说笑笑 李昭成却没发现 他的两房妻子 已将他时不时偷偷下 除招待朋友之事 报给李庸知晓 李庸站在窗边听了一会 终是摇了摇头走开 没说什么 如今总算是稍稍安定了些 长子喜欢做菜 偶尔做做也不打紧了 热大的穿扇 不至于容不下这点爱好